在美国投资房产当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是用LLC公司去持有这个房产的 那么用LLC是个好主意吗 别错过今天的关键信息哦 今天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 大家好,我是Joyce 是您资深房产经济与投资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用投资的眼光帮您进行房产投资买卖 在美国买房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 可以通过建立LLC来买房 那么这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用LLC买房的好处 第一,可以保护财产,规避风险 因为LLC公司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自然人 那银行账户上公司、个人、阳格封开后 当LLC遇到麻烦需要赔偿时 个人的持人财产是不受影响的 那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专业人士提前做好准备 比较保险 第二,可省掉预缴税 在美国如果外国人想要卖房 又没有私安卡 那么是需要预缴30%的预缴税的 如果把房子放在公司的名下 公司有自己的税号 那么就可以轻松的卖房 省掉预缴税的麻烦 第三呢 更好的保护隐私 在美国,房产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以公司的形式购买 房屋报告中 房主的信息就会是以公司的名字出现 而不是以个人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起到隐藏个人固定资产的作用 保护个人隐私 那第四呢 产权转乱上 讲当又省钱 如果你想要转乱产权 那只需要签一个股权转乱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去签过付手续 那么避免了因为过付而产生那些过付费用 和一些繁杂的操作 那最后呢 就是你不再以繁盆的角色去面对住客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利益冲突 而导致的take it personally 这样的麻烦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很心动 别着急啊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有利的方面 当然也有B的方面 那LC买房呢 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第一个 它会增加成本 因为公司成立后 每年都需要有公司报税 等各方面的一些成本 第二个呢 买房手续复杂 且手续费高 需要找专业的会计时 进行LLC的注册 和后期的报税问题的处理等等 那第三个呢 失去个人免税与会 以LLC名义购房 不能当作自住房 不能失去自住房地税减免 也不能享受个人在出售房产时 可享受的25万的资本利的税的免税额了 那这对于那些计划长期持有房产 并且是自住的人来说 是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那第四呢 贷款途径较少 贷款买房容易受限 很多贷款公司 对公司购房的要求比个人高 而且利息也会高一些 那保险方面 也是LLC的保险 会比个人名义的要高一些 那么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的资金足够 或者是买了多套房产用来投资的话 以LLC名义买房 还是利大于弊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加我微信 我们会有线上及线下的活动分享 喜欢的话 请关注点赞转发评论 一键十两哦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务略的强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